阿尔卡继·盖达尔坦白说,我总会梦到曾经杀过的人。 10岁的他跑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,然后他被送回了家。 随后,14岁,他参加红军,17岁时指挥部分特种任务。 参与镇压农民起义使他精神受创,经医务委员会检查,盖达尔被诊断为创伤性神经症。 军事经历使他感到傲丧,于是在文学方面重拾自我, 他的儿童书籍至今仍有市场。 盖达尔文风轻快,但主题一直围绕对过去的救赎。 苏联时期,读者很难读到盖达尔的书,当局经常通过批评作者来禁止读者购买他的书籍。 1941年,因为诊断,盖达尔没能上战场,但他以记者身份深入前线并加入了党派支队。 盖达尔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提醒战友小心敌人的埋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